綁上頭巾 七名抗議砍架的 無限期絕食勞工代表 手機拚命滑 都不見政府回應 我看然後 昨天晚上打出來對不對 截止現場 砍架夜行軍 很不爽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看到副方的 沒有 在立院門口無聲抗議 警力卻有增無見 連霹靂小組都來到現場 勞團痛批 政府最具體的回應 竟然是派出大批警力 尤其聽到蔡總統遷入官邸 愛貓是否要一起搬家 還得先詢問想想阿財 雖然是玩笑話 但對比政策欠缺溝通 更令人火大 我之前有跟總統 大概聊了一下有關說 那貓會不會遷入 他是開玩笑說 要問一下貓的意見 其實是看是不是失禮 跟台灣900萬的勞工 都不如那蔡英文 總統的那兩隻貓 全台的900萬老公親和以堪 總統到孔廟為自己送的 匾額接牌 把這四個字也送給國人 勞力國人也期許自己 能夠得志 理化 昌明 濟世 也讓台灣社會更進步 更繁榮 更理想 更祥和 理性祥和是期待 但對照台北政壇的山羽欲來 蔡總統要跟反對聲浪 PK意志力 記得台北台南綜合報導 我們下載的營業 再說一次 第三個字 有策略 我比我一身 我們下載了 有策略 我們下載了